習慣會先從第一個裡面的公式先剪下 複製好了,不要剪下 那我首先的話 我先把fine的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公式貼到mid裡面 因為mid要取消一下 複製完記得按取消 如果沒取消的話,你在點別的地方就會出錯 因為我可以貼到這個位置 這個第二其實就是剛剛的公式的東西 那12的話實際上就後刮 所以你可以把它貼上 這個可以把它改一個後刮壺就好了 那 這樣應該基本上就OK了 試一下一個看 如果我要一次做完 先把fine函數裡面的東西 這一段複製 取消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呢 游標放在b2 插入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我可以用mid 其實用最近使用過也可以 mid的函數 那我怎麼樣呢? Test一樣是抓 A2好了 因為我們就不從A3開始了 STAR NUMBER就把剛剛那個公式貼上 STAR NUMBER 這個是什麼 找牽掛的位置 那怎麼樣記得呢 加1 有沒有 也就剛剛本來是指某個儲存格 現在是貼那個公式上就可以了 再來怎麼樣 幾個字 後刮戶的位置 後刮戶 所以你貼上之後 把這個改成後刮戶 不是後刮戶的位置 再減掉什麼呢 減掉牽掛的位置 所以剛剛有個牽掛的位置 再減掉1 有沒有 就剛剛那個邏輯 只是說 剛剛是選某個儲存格 現在是貼上某個公式 OK 按確定 好 確定完之後的話呢 你把他向下填滿 再來的話 OK 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所以我們已經把 1、2、3 這三個步驟完成了 那最後還有那個 去除那個錯誤訊息 一樣的道理 1 請你再把 MID 不包含等號的 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 把它減下來 這個時候就把它減下 因為他如果放在這邊 你那個ifale無法插入 所以 再插入 最近使用過的ifale 那把剛剛那個公式貼到value就好了 意思就是這個東西裡面 幫我判斷一下 他的結果是不是 錯誤訊息 如果是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它改成 把它清除掉 所以清除的話 就兩個雙以後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按確定 再向下填滿 答案的話 就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串這麼長一串 當然如果你要一次 就做對 那算很厲害 說真的從頭到尾之一 從頭打不會錯 那是很厲害 不過 我是建議 我們學習 盡量學簡單的方法 你不要說 硬把屎背起來 沒意義 說真的這東西背起來 沒意義 所以我的習慣 盡量用 比較簡單的方法 另外盡量善用什麼 善用這種 像這個視窗上面的訊息 反正有點像是 他問我問題 我給他他要的東西 只要他要的東西 我給的是對的 他就呈現出來的 對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我剛剛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先把 fine 這個公式的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2從這邊 插入那個 mid函數 給他 他要的資料 star star number 從前掛位置 加1 再來就是 後掛弧的位置 減掉前掛弧 所以你這邊一樣 把這邊改一下比較快 你 理論上 你可以複製那邊 不過我覺得 差一個地方 你不如用貼的 相對會比較快 後掛弧的位置 這一招其實非常管用 因為再複雜的公式 其實就可以 剪貼剪貼 有的時候來來回回 10個動作 你會看到那個 公式 上面 他其實可以再往下放 這公式可以寫很多 但是那個絕對都不是 一次做出來的 他可能就是分成很多個 可能10個步驟 像我們現在才4個步驟 如果你分成10個步驟 全部再串下去 可以 如果你只要動作做確實 是真的可以完成 沒有錯誤 但是 這有個缺點 因為像這種 VBA 的話來做 可能會比這邊來的 更加的 比較好表現 這個地方 短短的一行 裡面要表現 有四個邏輯 其實相對的 是比較困難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 這個公式做完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做聚集錄製 上次上課有講到 我們希望 以後這個每天都要做 那你每天都要做 最好怎麼樣 把它變按鈕就好了 按下去自動就幫你把 只要你前面資料來源改變 後面的資料就自動幫你呈現出來了 按下按鈕 就是這種完整 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再把 這個 結果 變成一個聚集 那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 1234個步驟 變成 那這個當然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講義裡面的 應該減兩頁吧 32頁裡面吧 下面有個完整公式 盡量不要做錯 然後呢